美中贸易战升温高层私下多次协商皆破局,美中贸易战持续升温,而现有美国官员透露双方高层近日曾透过电话协商,但最终仍未达成任何协议外界,纷纷担心此波贸易战影响将持续扩大,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。 据美国媒体CNBC报道,有美国官员指出,近日美中双方高层曾透过电话针对贸易战进行协商,但最终都未达成任何共识。 近展客说士林对此美国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·雷瑞卡德洛,则表示二国之间最高层级官员曾多次私下进行会谈,包括自己曾也多次参与,但近日几乎已经停摆。 然而外界也忧心贸易战持续升级,将造成更严重伤害。 据了解美国近日喊出,将对中国2000亿美元商品关税自10%,调涨至25%。 对此中国国务院昨日也宣布,若美国执意实施关税威胁,中国也将对美方价值600亿美元商品实施报复性关税。 感谢观看